今天十月份公費疫苗開打 有四個廠牌疫苗 包括了國光 塞諾菲 高端 跟東洋四大廠牌 讓民眾雷提供選擇施打 但日前台北市長蔣萬恩表示 這部分家長擔心疫苗的安全性 強調說不會讓高端疫苗提供給校園 對此這位福部政務市長王必勝痛批 民選市長應該跟所有人民站在一起 台北市長蔣市長 以及我們的新北市長侯市長 來到了我們的現場 雙北大家長難得同況 跟小朋友們一起參加萬聖節派對 一個扮成鎧甲騎士 一個化身偵探 象徵要打擊20例 但除了壞人壞壞的病毒 也不能找上門 今年公費流感疫苗10月開打 中央採購四種廠牌 提供校園施打 但雙北的地方政府 以民眾有疑慮為由 拒絕高端進入校園 引爆中央地方的炮火 應該依照科學的證據 這個東西到底確實有沒有危害 而不能說只是說 我討厭哪個品牌 我去操作 民選的市長 他應該跟所有的市民站在一起 而不是只跟同溫層的市民站在一起 當民眾有疑慮 家長憂心 民意代表在議會也有反應 我想我們就絕對是和人民站在一起 我們一開始就希望 在流感疫苗施打的過程 一定要讓市民朋友 有知的權利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要蔣萬安拿出科學驗證的精神 一句同溫層批評意識形態作祟 而根據10月18 疾管署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 接種率最高的是國光生劑有60% 其次是東洋藥品 高端疫苗則是48% 最低的是塞諾菲47% 而蔣萬安去年的市長對手 陳時中也加入戰局 從公開的數據顯示 四種公費流感疫苗 從品質效價到安全性 沒有明顯差異 而不少縣市都同意 民眾可以自選品牌施打 只是碰上高端疫苗 免不了藍綠一番攻防 解綜合報導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